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吉田 口癖求めたい場所 冷めた情熱 去り際忘れた優しさ 今も繋いだままの手 目を凝らし夢を見た 星に欠けた願い 解けない暗想 時の欠片刻み 誰も知らない恋 私の心に 探してた合図地 ただ側にて欲しいだけ 詰まる声 涙静かに 今すぐ抱きしめたい 君じゃなきゃ意味がない かけがえのない光 もう離さない 二人にふさわしい 空の向こう 見て晴れの日 一個全新月份的開始 歡迎來到7月1號 星期一的飛碟有一點 我是瑪莉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吃到 那500份大麥克之一的歐馬克 他的索取條件是 目前是不是還沒公布啊 我不曉得耶 我可以吃到告五人的大麥克嗎 好 告五人的晴天 今天你那邊是晴天嗎 私の心に 探してた合図地 ただ側にて欲しいだけ 詰まる声 涙出すらに 星期一的第一個小時 是我們立馬幫幫忙的時間 就是立刻來幫幫你的忙 來解決你的問題 有任何問題需要我們一起來 幫你腦筋動一動解決的嗎 歡迎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02-2363-9955 2363-9955 2363-9955 或是透過Tegren群組 留下你的幫幫忙 有任何東西 在空的空間 有任何人 空的日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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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心裡 探してた合図地 只要側裡 欲しいだけ 詰まる声 涙静かに 空の向こう 見て 晴れの日 羽ばたいたら 戻らないと言った 目指したのは 青い 青い あの空 悲しみはまだ覚えられず 切なさは今 掴み始めた あなたへと抱く この感情も 今 言葉に変わってく 失る世界の夢から 目覚めて この羽を広げ 飛び出す 羽ばたいたら 戻らないと言った 目指したのは 白い 白い あの雲 突き抜けたら 見つかると知った 生きるほど 青い 青い あの空 青い 青い あの空 青い 青い あの空 愛想 つきたい ような音で 錆びれた古い窓はこうわれた 見えき たかのは ほら捨ててゆく 降り返ることはもうない 伽奈る鼓動に呼吸を預けて この窓を蹴って飛び立つ 駆け出したら手にできると言って 誘うのは遠い遠いあの声 眩しすぎたあなたの手も握って 求めるほど青い青いあの空 明日で行くと分かれていた それでも光を追い続けてくよ 羽ばていたら戻れないと言って 探したのは白い白いあの雲 突き抜けたら見つかると知って 生物鼓掌 この歌曲は青い鸟 1点25分 歡迎回来飛帘人波网的飛帘有1点 我是瑪莉 はい 我是吾馬克 那也是我第一次 因為我去金曲獎現場 所以第一次聽到生物鼓掌的live演出 不得不說日本的樂團 那個power怎麼會推到如此的 慢 然後他那個中器那個肺活量 他真的是從舞台那一端直直的 達到那個主控台那邊 就是聲音的穿透力啊 對 然後剛好下面 我不曉得那一位是很 就是我們可以 因為我都在二樓嘛 就可以往特區看 那特區就有一位 我不曉得他是真的很愛生物鼓掌 他熱愛音樂 他從頭應援到尾 他應援的方式就是我推的孩子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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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影忍者迷啊 我跟你說二樓那一排 大家忍不住都在拍那個應援的人 都沒有人在拍生物鼓掌喔 都在拍他 我覺得跟整個文化喜歡的聲音 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華語文化圈還是很喜歡 像這樣的聲音 就是講話要清清柔柔 唱歌要很飄 可是你聽歐美或是日本 他們常常追求的是那個 啊的這種很紮實很穿透力的聲音 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敢選擇啦 所以你可能會在聽很多的 台灣歌手唱歌的時候都會覺得 好像現場是一回事跟專輯是一回事 然後那個跟在現場承受到的那個感動 跟那個波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今天你需要幫幫忙嗎 兩種方式 02-2363-9955 或是在Telegram裡面搜尋 D.E.A.R.M.A.R.C.Y. Dear Marcy 就可以加入我們群組 就可以來幫幫忙囉 一個歌詞曲 黃金 在這邊 就有一個歌詞 有一個歌詞 字幕 是 有一個歌詞 在這邊 在這邊 明日の岸辰 夢の船よ進め 今負けないで 泣かないで 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時は 自分の声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 大人の僕も傷ついて 眠れない夜はあるけど 苦くて甘い 今を生きている 人生の全てに意味があるから 恐れずに あなたの夢を育てて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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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unbelieving 伐けそうで泣きそう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僕は 誰の言葉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 負けないで泣かない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時は 自分の声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 いつの時代も悲しみも避けては通れないけれど 笑顔を見せて今を生きていこう 今を生きていこう 1時30分 そうなの上週末去看金曲獎 これは第一次進金曲獎場内看典禮 也是第一次從頭看到尾 為什麼您不乖乖坐在評審席呢 您為什麼不坐在Sandra老師旁邊 梓鴻老師後面王志平老師後面 跟人家揮揮手呢 就算我去我想我也不會坐在那些老師旁邊 會 你會坐在Sandra旁邊 我是說Sandra旁邊嗎 對啊因為Sandra跟妳一樣是初省啊 對啊 因為這一次呢會去參加的是因為 這一年的金曲獎很榮幸我第一次參加了初選的評審 就蠻興奮的 可是因為她有說馬力老師妳要來就是做跟評審大家做一起 所以我必須要跟妳的伴侶分開 不是啊我就 你也知道那個場合我就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我還要一個人然後跟你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道組成的人是誰嗎 對你不會知道其他評審是誰 對所以就是那個場合讓我太尷尬了 我就說沒關係我不用坐在那個評審期裡面 他就說不去評審期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寄 老師都會有可以索取的票券 然後就讓你來看典禮 所以是第一次就是典禮從頭看到尾 可是我要講跟評審完全無關 請說請說 就是因為金曲獎裡面不能拍照跟攝影 有太多可能有版權的東西表演 所以我就很怕拿起手機拍照會就是被說請放下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後排的女生 她為什麼會如此的盛裝出席金曲獎典禮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她可能比很多就是準備她比孫勝希還辣 我最想拍給你看就是她穿一個黑色的 然後上面就是有點亮晶晶就是會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然後兩條細細的肩帶到很深很深的胸中間 然後就是她是有點小圓弧狀的包覆她的上半身 所以她腳好的身材一覽無遺 然後到腰那邊又是背後大挖空 然後頭髮梳得很乾淨的往後梳一個季 然後妝化得很精緻 帶一個很優雅的耳環就坐在那兒 所以她才是金曲第一枚 我就想說 就在你後面 我真的是因為我往舞台側邊一看啊 握著眼睛看一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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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就好像有個引力這樣轉過去 然後看 欸不對不對我要看的是金曲獎舞台 然後我又轉回來 真的是漂亮到我想說 這這這 你誰 你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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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跟她搭訕啊 妳要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妳真的太漂亮可以給妳拍個照嗎 我不敢欸 她會很開心的 因為她就是這樣盛裝出席 她就是希望 就是被看到啊不是嗎 然後我還有在想說 欸會不會是什麼金曲獎 可能會有一些敬畏嗎 他們會事先說 也許想要拍觀眾的感覺 會鎖定某一區 然後可能這次會不會是已經安排好的人 就是很漂亮 你當中國綜藝啊 拿錢進來的觀眾啊 因為 台灣應該是還沒有做到這麼精細啊 我從來沒有在二樓的人 看到有人穿這樣去聽演唱會或典禮 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而且她就是也是提那種超級小肺包裡面 裝不了什麼 她看起來就是應該要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人 會不會她其實就是評審啊 只是她後來就跟你一樣 她後來選擇了坐上面 她不坐下面 會不會是不是 那就是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因為我沒有去搭話 對啊 可惜啊 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 有一點鐘到三點鐘陪你度過兩個小時的午後時光 就在飛碟聯盟網就愛電你UFO 立馬幫忙忙 公司幾位資深的同事跟主管 經常在午休時間大聊特聊 不在意休息的人 其他被打擾的人都沒有抱怨 但我真的覺得很困擾 這種時候我該怎麼辦 你說主管聊天啊 資深的同事跟主管 資深同事跟主主管 小蜜蜂啊 跟比較容易先以自己能解決方式做起的人 可能就是戴耳塞 降噪耳機 可能就是以這種方式 然後看看能不能改善啊 因為我在想的是午休這件事情啊 有人說午休一定要睡覺嗎 是沒有啊 對啊 午休是有人說午休一定要保持安靜嗎 可是那就是一種即 就是你 就是你你是學生的話 你有一個固定時間 糾察在外面巡邏說沒睡覺 記證字 對對對 但已經大家是大人了 有人的休息就是聊天啊 那是他休息的方式啊 但可能就算我們經過外面 你看到如果大部分有一半的人 都在趴著休息的時候 好像你也不會就是 不會在旁邊就是大聊特聊聊 起床囉 那就是蓄意 但如果在旁邊大聊進去來說 你知道嗎 那個辣麵圈多辣啊這樣子 就是大部分的人就不會這麼的 嗯 白目或是 沒有一點點的 社會氛圍你要看空氣這樣子 就是你要聊當然也是可以到 一個比較遠的地方聊嘛 就是或是 比較可以讓人家寫 或是以正常的音量聊天這樣子 而不是啦 越講越興奮 就是一個互相啦 喔 不互相我們還 還能好好的活下去嗎 嗯 立馬幫忙 想請問有沒有常常做會議紀錄的大師呢 新一次公司要開一個月一次的大會議 而我是第一次要負責做會議紀錄的好緊張 有什麼妹妹搞搞要注意的嗎 不是看之前的人怎麼做的嗎 之前被稱讚的人怎麼做的 你是用什麼方式紀錄的呀 看他的成品啊 然後看怎麼可以做成這樣 好可憐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你需要帮帮忙 你怎么咳嗽咳这么久啊 这么久 就是你突然遇到冷空气久了 就是会这样嘛 所以是这里的问题 我在猜有没有可能是 就像你说的冷空气久了 就会比较痒 有人说想知道这一次当评审初选的心得 因为有人刚刚说什么 那你新人投谁然后什么的 初选的评审是没有投给谁的权利 你只有对报名的作品 表达喜欢跟不喜欢的权利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 最后是用 什么比例把这个人送进去 比如说这个人有几成以上喜欢吗 或者几票以上喜欢呢 还是以初选的比例 你得到几分之几以上 你就可以再见到下一轮 就是这我都不知道 就是单纯决定爱不爱 那也他应该找到很多 每个地方的初选 所以像什么演奏类那些 我是不可能会评论到的 我大部分评论还是流行音乐 就是大家可能一般人 比较熟先去讲一下 什么男歌手女歌手 作词作曲专辑年度歌曲 然后就是原住民语的 课语的台语的这样子 作品真的很多 我记得我花了好久 真的分了非常多天 才能慢慢听完 那时候听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哪一些人真的是盲目报名的 你觉得你听得出来 就是他做了一张专辑之后 我里面有十首歌 我这十首歌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毛起来全报 编曲我要报 作词我要报 什么都要报 什么都要报 可是真的有很多作品 会非常的不成熟 就是很像 就是如果你也是听了这么多的歌的话 你应该会意识到你的不足之处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里面脱颖而出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样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你超级有自信 你觉得那首歌是你请尽全力去做的话 那你就应该好好报那首歌 其他九首都是在 这不是麦克风坏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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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社会奇妙跟有趣的地方吧 就是有各种人 然后其中就有一种人会觉得 抱抱看啊 你可以 你怎么知道不会中 说不定人家喜欢啊 或是侥幸心态嘛 说不定我赛中了啊 然后另外还有 报名的大部分都是出资公司嘛 就会觉得反正我都已经出钱做了 我对这个 也没有什么喜好不喜好的问题 这就是我曾经丢出去的钱 我投资的东西 至少让我死得瞑目 我就是都丢出 我全部都发出去 能中几个是几个 大概类似这种感觉吧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那个 评审的喜好真的是影响很大 虽然我只是初选嘛 但是我就 这一次亲自投票 才会发现到 哇那个组成的影响力 因为像我就是 对于对于传统的会比较 就我很喜欢比较新的东西 比如说台语歌 你给我一些新的滋味 或是给我一些新的震撼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惊艳 特别的喜欢 然后当然经典你会唱得很好 你就只能理解到他唱得很好 可是他就是已经有个很高的标杆在那边 所以那个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难 对 难平 但就又还好是初选 就是很简单的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 但是的确 新人讲那个马卡尔寶藏 那一个真的在几万首里面 他那张是真的很脱颖而出的 你知道你一直 因为他有时候排序 他也不是按照 比如说马克这张 就让你联听马克十首 可能马克突然八首 又跳了玛丽三首 然后马克突然又回来了 你就突然听到他 你会觉得救赎 我觉得还有个愿气是他的排序 就是你接在谁的后面 跟谁的前面的时候 你顺便就觉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又给我舞后一个美好的音乐 耳道舒服了 对 立马帮忙 马克你有看破浪男女吗 破浪男女 破浪 看了 好看吗 感觉是哪一种呢 我们先来听听潘雨谦的这一首 在你身边 我们先来听听潘雨谦的这一首 我们先来听听潘雨谦的这一首 我们先来听潘雨谦的这一首 当你不快乐 当你不快乐 I'll be一直待在着着 For you Listen up不要想太多 听着这声为你写的歌 I'll be there 每一天陪你走遍世界 像圣旅陪着音乐 我们在一起用愿美曲线 让我爱着你 till the end 扭着我 拼住呼吸闭上眼 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别再上演那烂透了的情节 就在你面前 当你忽略也视而不见 当时间毁灭 就到末日的终点 能不能就靠在我的肩 当天风低裂 再美的话都已凋谢 我会陪着你不过一切 守不住的感觉 扔了地球走一圈 还是看不到地平线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坚决 也许我们之间有无解 I'll be there 在你身边当你不快乐 I'll be一直待在这 for you 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 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 I'll be there 每一天陪你走遍世界 像圣旅陪着音乐 我们在一起用愿美曲线 让我按着你to the end 扭着我冰住呼吸闭上眼 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别再上演那烂透了的情节 就在你面前 当你忽略也视而不见 当世界毁灭 走到末日的终点 念不念就靠在我的肩 当天放地裂 再美的话都已凋谢 我会陪着你步步一切 待会我们会持续在你身边 整点报时前先给你 Kimberly 陈芳玉的新作品 Love Me More 下个小时呢 在非得人网YouTube频道 也会有个下午茶开箱时间哦 我们一起来吃下午茶 这一夜 最强的力不凋谢的另一面 太怕吵枪被躺也来归来喂 不完美的关心的人间 手上在下就一定甜 完美不完美有什么好斩辩 偏要把水上的毒道 没关系 黝尾的灯 超多了 偏要遇到紅色 黑暗也才能遇到光亮 不愈 每个人都很简单 欲望我 多次 欲望我 多次 The world does I love me more than I love me more than The world does I love me more than The world does The world does Lived in the shade of The picture you painted 隐隐沉脱你的 千年 光源背面 是黑暗在成全 向光艦行却怕射 夜 回成美丽 不压下的泪一面 害怕错误 别倘眼而回来 晚美的过世的人间 疏伤在下旧一顶天 晚美不晚没有什么好阵辩 I love me more than The world does I love me more than I love me more than The world does I love me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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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